豆腐添辭味 这一款是最便宜的 所以为什么BTS会存在西大高低 分分钟他们都是来自同一间床 男妹其实是韩国啤酒 大家好 我是MIRROR 在疫情期间航空业被大受影响 每一间航空公司都在亏钱的时候 唯一有一间是在赚钱的 就是刚刚收购了Isiana的大韩航空 超夸张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得来韩国旅游 所以对韩货的需求是超级大量的 因而就帮助了业绩 我知道大家很想念韩国 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首尼乐天超市有什么新东西 相信很多人来韩国 一定要来首尼站的乐天超市买东西 也算是我们香港人来韩国时候的共同回忆 我们来和大家重拾回忆 但今次主要是想找一些新的产品给大家 所以其他东西就可能不会拍那么多 辣椒沙拉醬 超级继织抹茶味 超多的紫菜味 bukki 哇 珍珠 吃糖珍珠鲜奶 好害怕 minsu taco 有没有我的黄鲜味 有没有我的青草味 北的时候上面有黄豆粉 但是韩国人是很喜欢吃Enjoy me 爆炸糖味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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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全部卖 哇 果香蕉 哇 新世界 他们还有出了很多周边 Oranda这个花生糖还是马仔的东西 回到回忆里面 好 哇 这个材料izar起来 Homini price 看有很多不同口味 然后来看看 pik me pot spicy pikk me 我猪皮干 炸猪皮 香蕉 菠蘿味 台灣食物 來自台灣的牛渣 香蕉 大家一定要買情的品牌 還有一個インジャーミー 但我不想吃インジャーミー 我真的不喜歡インジャーミー 什麼粉底的品牌 巧克力 那些筆 巧克力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這個有紅白 還有蔥 菇應該是素的 下面看到有一個 很棒 不知道會不會很辣 這個韓國在網上很流行 一個食物就是 加炸醬麵 混合一個新的麵 每個都是狂狂 它就是Odugi 這個就是三人的品牌 我說過一件事 它已經混合了 出了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不用自己在傳聞做那麼麻煩 大家知道嗎 其實眼見有這麼多的即食麵 但其實它們都是來自四大品牌 所以其實有點冷暖了 這個即食麵市場 這是我最常吃的新拉麵 它是龍芯 因為它本身有黑色 它現在出現一個 豆腐KIMCHI味 這個也是最多人買的 因為它是最新的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但是這個就是我今年才開始吃的 它是不煮的 看到它的卡路里是350 而且它本身是500卡路里 所以吃這個是沒那麼肥的 但我自己覺得它的麵 是有一點小一點 而且它的麵是扁一點 但味道湯的食物幾乎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可能是有罪惡感的話 就吃這個吧 結束下去 這邊是前覽人 前覽人就是Odugi 第二個品牌 然後再來就是三養牌子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麵出 比較不熟面口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第二個品牌 這個虎山最出賣 就是魚膏 這個也不是四大品牌 那旁邊也是三養牌最出名的Pudepop 然後普通Lice的味道 吃過旁邊這個麵紅色的底 現在已經升了 嘩 它出了一個珍露的味道 我用珍露Cross Over賣 好可愛啊 為了它的包裝都要買 這個是Kimsi味 這個要買這個要買 然後Piado Piado除了外面外 還有一些醬汁 唯一一個外國品牌 好可愛啊 有人和我一樣都很喜歡吃人來撈麵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的 然後會撈一些魚蛋 燒賣 看到諾千瓦的第一位 原來是這個 魚肉辣 come get ramen 我看到我覺得辣 好餓的 好火 拉麵商會 還有大選民族 不是大韓民族 好可怕 好可怕 冬天一定要買 一定要吃 超好吃的 冬天要吃 看見呢 它100g是2400 這一盒呢 就是24800 它這個小粒 通常我覺得大家都會喜歡買大粒 我都看到它漂亮一點 我自己都會喜歡買大粒 好像看它心情會漂亮一點 大家會不會對水果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留言跟我說 每天帶大家去水果批發市場 給大家看一下 又大粒又甜又好吃 我自己買了很多回家 但其實我自己又喜歡吃小粒這些 冬天除了小粒 一定要吃這個主子 超甜又適當的酸 你一開始吃的話 就不會一次過吃了四五粒 我家裡有一大箱很幸福 它在吐吐 新鮮 最近沒有出生味 但偶爾會出限定版 我們來到酒精 看看這個代言女神 Suzi 她就是ChomChom的代言人 也有四五年了 然後我們看看她的競爭對手 Chamis 就是Aiyu 大家喜歡Aiyu還是Suzi 我相信最近紅的是真爐 就是這隻青蛙 他們也找了阿倫香來買房 但其實她之前不是藍色包裝 她之前也是綠色包裝 但她轉了這個套餐之後 就忽然間人氣爆升 然後出了這隻很可愛的代言青蛙 但我想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珍露和Chamis 是同一間廠的 Hai Tu Chin Lo 這裡也是Hai Tu Chin Lo 所以其實就是Aiyu派出青蛙 去大戰 Suzi 所以大家站眼看 可能以為是很多不同的品牌 但其實分分鐘他們都是來自同一間廠的 我們來到炸雞伴侶啤酒 國民啤酒 就是韓國牌子 就是Cast 最多人認識 本身就和Hai Tu Chin 算是競爭對手 但是近幾年出了這個Tella 一出來之後 哇 很多年輕人都很愛她 所以很多人都轉了喝Tella 而且比較起來會覺得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覺得Cast和Hai Tu Chin 不是真的太好喝 Tella的味道是多種麥味 所以我就喜歡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Tella是同一個廠的 他們大家都是Hai Tu Tella是孔劉代言 所以原來孔劉和Aiyu派出的 他們有路的 大家知不知道 但在香港的時候經常喝藍莓 但大家應該不知道 藍莓其實是韓國啤酒 好驚訝啊 所以引證了 其實看到這麼多品牌 其實分分鐘他們是朋友家人 他們是沒有競爭的技巧 他們是要互相幫助的 以前未開Tella的時候 我也是喝Cast Cast 我也是覺得很淡 不太有酒精味 二入口 新手門學喝酒的時候 就是適合喝Cast 但是慢慢追求 想有些味道上的變化 味蕾上 有些不同的感受的時候 就要喝Tella 還有呢 這裡是少許卡裝用的 這一個是代表一般消費者可以買的 而一般消費者是最便宜的 在餐廳可以賣到那些叫Opso用 有些人就會想 如果我買這些回去 在餐廳賣得不夠呢 是不行 就是犯法的 大家千萬不要停而走險 所以如果我們一般消費者想買啤酒 就是最好來超級市場 買這些就會是最便宜的 餐廳他們用零售價賣的那個Opso用 都是不夠這個便宜的 好了我們介紹飲料 可樂就是外國牌子 而可樂的對頭人是哪一個呢 就是 馬克思 馬克思雖然也是同一個外國牌子 但是他們是找了韓國的龍頭廠幫他們出 韓國的龍頭廠其實就是跟七星Cider一樣 他們都是樂天的 給大家看看樂天做什麼飲料 比如這個Milkis Milkis也是國民飲品 韓國人是很喜歡飲料的 很多人會問Sprite和Cider有什麼分別 就是不同牌子 這個就是樂天的廠 是科學廠的 樂天是韓國本地品牌 他們當然是在乎國內市場多些 雖然百事和七星都是樂天做的 但是始終百事沒有一個牌子 七星才算是韓國樂天的親生仔 所以在被資源宣傳的時候 多數都是會放回親生仔身上 所以為什麼BTS會成為了七星Cider的代言人 就是這個意思 而百事呢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品牌 所以他們自己就會找一些明星去幫他們代言 例如很早期 超早期 可能是郭富城 古天龍 周杰倫 就是百事直接找明星的 麥提莎 其實在韓國算是紅了很久 我覺得最有影響就是 因為早期有些SMR的Youtuber狂吃 就是他們買一盒回去 就是把牛奶倒進去然後就狂吃 然後看到有這個 這個是韓版Orian 所以打算買回去試一下 韓國國民咖啡 他出了很多Crossover 這個超漂亮的 這個保溫會很歐式很漂亮 很想買啊 但是因為我不是說常喝咖啡 這個份量好像有點大盒 然後這邊就是Back to Future 然後這個是侏羅紀公園 然後還有那個大白沙 他這樣來合作 然後隔壁就會去競爭對手Carno 擺呢 其實他們都是美心的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朋友 他們是家族來的 很討厭 我都知道這麼多東西 我觀眾一定會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正 我又有一剪才發現有個問題 發現在樂天超市裡拍了太多內容 導致現在的影片太長 所以我決定把零食開箱的部分 將它分開第二集 我會明天上 因為我怕影片很長 而且內容太多 我怕大家會一時之間吸收不到 那好吧 記得找今天的閃字 按下它 然後我們明天的開箱再見 bye 再見 旁白 超市 為我可以閉上野 下 Sarah dar 為我太多 預算